大家我是2018年地球一小时中国区推广大使王俊凯 今天出门你是坐车还是骑车呢 是选择了公共交通还是私家船呢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感叹出行难或者吐槽 今天空气质量怎么又那么差 但其实这些都和我们自己的选择息息相关 中国连续八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的第一大国 机动车尾气污染已经成为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在北京上海各大城市交通排放对PM2.5的贡献率高达15%到35% 交通排放还贡献了三分之一的碳排放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上升到30% 不断加剧着温室效应让地球发烧 随着全球变暖南极北极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 极端天气日益频繁 大陆腹地沙漠化驱使加剧 我们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迫坏 2018年地球一小时开启我的60家生活 我会从低碳出行做起 比如短距离我会选择步行或者骑行 需要乘车时优先选择公共的交通方式 如果买车我会考虑新能源汽车 现在就来跟我一起加入地球一小时吧 大阶 a